这一讲我们进入五帝圆顶二年 才一开一年就有了爆炸性的新闻 张汤有罪自杀了 明朝狂人李志在读史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做了一句简短有力的批注 好报应 相信这短短三个字 已经在五帝一朝的无数人情里 重复过无数次了吧 张汤到底是怎么死的 史记有活灵活现的记载 自治通鉴略加删解 呈现给读者一场狗咬狗的官场大趣 诗情的起因是一个叫李文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和张当结了仇 后来李文做到了御史忠诚 这就很尴尬了 需要解释一下 张汤当时担任御史大夫 实际上行使的丞相职犬 真正担任丞相职务的壮青狄 形同傀儡 而御史忠诚是御史大夫的副旨 相当于李文做了张汤的助手 按说官大一级压死人 现官不如现管 张汤完全有能力把李文啊 捏扁柔圆 但御史忠诚有一项很特殊的岗位职责 就是处理直达君主的一切奏章 所以李文刚好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辩 在文件档案里边寻张摘具 诶 专挑张汤的短处 那么问题来了 张汤该怎么反制李文呢 但是 并不需要 做到张汤这个地位的人 一方面以揣摩上意为能事 要当好皇帝肚子里的这个蛔虫 一方面身边有无数人同样在揣摩自己的好物 总会盲目的地把事情搬在前面 就这样 张当的得力手下鲁叶居看出了张汤的狠意 根本不需要张汤犯话 就主动啊 找人呢 写匿名信 揭发检举李文有不法勾当 李文是不是真的做过什么不法勾当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案子自然呢会落在张汤手里 李文呢自然也就难逃已死了 以张汤的精明 明知道事情是鲁叶居做的 然而当武帝问起匿名信的来历 张汤呢却只是装傻充愣 后来 鲁叶居卧病在床 张汤不但亲自探视 还亲自为鲁叶居按摩腿脚 按摩腿脚 原文是 魔族 从此呢成为了文化鱼马 我们看司马光的时代里 把吕慧卿贬观安置的圣旨 内容呢是 苏是你的 说吕慧卿 始与知己 共为其君 喜则魔族以相欢 怒则反目以相视 就是用这则典故来刻画小人嘴脸的 背后的逻辑是小人的 喜怒哀乐不受理的节制 行为很容易走极端 爱就爱到不要脸 恨就恨到不咬命 和畜生没有两样 张汤被鲁叶居揉脚这件事传了出去 既竟然越过了千山漫水 传到了赵王刘鹏祖那儿多里 刘鹏祖是五帝同父异母的哥哥 在诸侯王当中坏得出类拔萃 先前 班倒竹府眼就是由他开的头 资质通鉴不曾交代的是 赵国是野金野的重镇 自从五帝搞掩铁专卖 对于赵国来说 就相当于中央财政要从地方财政的嘴里抢肉吃 这就让刘鹏祖特别不满 反制之道就是经常捡取朝廷派来的野铁专员 而张汤作为中央财政改革的操板手 自然呢就和刘鹏祖不共戴天 于是张汤每每让刘鹏祖不痛快 刘鹏祖在费心搜罗张汤的黑材料 随时准备搬到张汤 鲁叶居作为张汤的得利爪牙 曾经办过刘鹏祖的案子 被刘鹏祖一并记恨上了 如今刘鹏祖听说了魔族事件 简直是如活至宝 尚说兼句啊 怀疑张汤有尖谋 那么问题来了 张汤到底有什么尖谋 做过什么贪赃忘瓦的事情 刘鹏祖既不知道也只字未提 难道只因为张汤给布家 揉二揉腿脚 就要治他的罪不成吗 想想吴起的例子 普通义兵升了窗 吴起作为主帅 竟然亲自为他吸吮伤口的浓血 结果士兵伤情痊愈之后 打起仗来特别的拼命 留下了战步选种的佳话 张汤既然锐意改革 要开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 学一学武器 难道还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有必要想到这个时期的儒学氛围 在这种氛围下 凡是不尽人情的 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 先见公孙宏不赞同武帝褒奖补士 首先呢就是出于这个逻辑 所以刘鹏祖不必指认张汤有任何作奸犯科的事情 只要把魔族事件一提 马上呢就能引起武帝的重视 武帝呀果然重视将张汤案发给亭卫调查 鲁叶鞠作为不问可知的第一号调查对象偏偏死了 案件牵连到了他的弟弟 鲁叶鞠的弟弟被关押在一个叫做岛关的地方 而在这个时候张张正在审理别的案子 也在出入岛关 看到了鲁叶鞠的弟弟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武帝时代监狱的名牧五花八门 给人的感觉是大长安境内到处都是监狱 各有各的名牧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的诏狱太多了 所谓诏狱就是皇帝下诏要某个部门审理某个案子 随意性很强 案子呢要劳动皇帝下诏 说明遗犯的不是普通人 这点案子实在太多 牵连的人呢也太多 导致常规监狱不够用 所以才会到处设置临时性的监狱 统称中都关羽 五帝开了这个宣例 直到东汉才终于把这些武华半门的监狱废除掉了 话说回来 张当视察岛冠狱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却和鲁叶居的弟弟互相都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张当呢毕竟是老江湖了 特别撑得住气 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 但心里啊已经有了盘算 准备暗中相救 但鲁叶居的弟弟呢撑不住气 好容易看见张汤这根救命稻草 却没有想到张汤竟然扬长而去 而鲁叶居的弟弟是越想越气 索性供出了张汤和鲁叶居 联手陷海利文的金国 案件呢竟然有了新的进展 主办人员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交给简轩负责 这位简轩大人也是名列 史记库利列传的著名人物 他的风格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是赤壁公亲 二是穷追猛打 张汤案落在了简轩手里 结局已经是不问可知了 更要命的是 简轩呢原本就和张汤有仇 既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还不痛打落水狗吗 眼看着张汤就要被简轩整死 但简轩还没有做出判决呢 忽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三名丞相长使联合检举张汤 以权谋死 这样的一场检举可谓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完成了一场 麦克手术式的落井下石 事情的起因说来呢很是微不足道 只是有人啊偷走了文帝陵园里陪葬的钱币 于是丞相庄清狄和张汤约好一起到武帝面前谢罪 而真等到了武帝面前 张汤忽然灵光一现 想到一年四季负责巡视陵园是丞相的责任 并不宽自己这个御史大夫什么事啊 想通了这一劫之后 张当呢自然就不肯谢罪了 只是眼看着庄清狄一个人谢罪 这还不算 正因为庄清狄一个人谢罪 所以武帝指派张汤审理 看看庄清狄到底犯了什么罪 应该处以怎样的责罚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巡视陵园不是御史大夫的职责 为什么张当在一开始没能反应过来呢 答案很简单 张汤已经是大汉帝国实质上的丞相了 庄清狄无非是个傀儡罢了 所以被庄清狄那么一讲 张汤呢自然也就会觉得难辞其咎了 其实这种事情可大可较 丞相再怎么一年四季巡视陵园也不可能 七成二十四小时一直看管着 退一步说就算出现了纰漏 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死罪 但张汤是何等样人啊 既然抓住了这个机会 就要因力成变的致死庄清狄 歹念一起张汤啊算计好了 要闷庄清狄一个箭支罪 姐妹讲过张当因为神力尘荒厚案呢 表现出色 升任太中大夫和赵宇共同审定各种法律条文 这两人呢开东脑军 无穷把法律条文做到滴水不漏 可以严格约束所有的在职官员 还专门制定了建支法 按照严施谷的注释 这项法律的意义在于鼓励对犯罪行为的检举揭发 如果有谁知情不报 就要按照故意纵容处置 那么可想而知 建支法一出 同僚就没法好好相处了 庄清狄应该万没想到 张汤对自己 杨凤英伟也就罢了 竟然还想动用建支法 指自己于死地 我们不知道 张汤当时是怎么想的 也许他行使丞相权力太久 特别想要实至名归 给自己 挣到一个 正式的 丞相头衔吧 但他不曾想到的是 正因为有着庄清狄这样一个傀儡为他 遮挡枪林弹雨 他才可以轻装上阵 杀伐过绝 所以至此庄清狄非但对自己没好处 而且自己当下正在为简宣调杂 全力招架都来不及 何苦还要节外生枝 主动招热一个强敌呢 张唐看来 失具了冷静判断局势的能力 非要杀庄清狄不可了 也许他这样做 只是出于酷吏的路径依赖 下函手爱 下习惯了 没有多想 也许是想除掉 庄清狄这个傀儡丞相 自己名正言顺的去而代之吧 那么 庄清狄好歹也是一任丞相 到底有什么赐宝手段呢 我们下一讲 再见